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出赛的项目 首先讲一下季度赛 季度赛现在有70场不同的赛事可以参与 是4个中一个季度循环 每场赛事都有各自的参赛条件液 就好像国际赛的要求是最高 要求评分130以上的马匹 所以只有最精英的马才可以报名参加这项树荣 而符合参赛条件的马就可以报名 在报名之前我们还要注意比赛的时间 跳动的时间是代表倒数那场赛事的开跑时间 注意下一场赛事的报名截止时间 就是即场赛事的开跑前30秒 也就是左上角的时间倒数 到30秒就会截止报名 而报名的时候需要报名费和行动点数 再选择骑士就可以完成马的报名了 报名的马和赛事是不能取消的 而在同一季的同一场赛事里面 是不能重复报名的 所以还未报名的马就需要选择其余的赛事报名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